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三国情创第七代版本啊 这个是一款非常老的游戏啊,但是它真的非常经典啊 这个,这款游戏可以自己做一些,就是说啊 现在也有很多人做一些改版出来啊,但是做的都是很不错的啊 然后我自己也是可以做啊,但是我时间真的是挺忙的啊 所以也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改版 当然我自己会改的游戏很多很多啊,我自己 其实我以前自己本身就是开发游戏的啊 就是用那个西家家开发游戏 但很久一段时间也没做了啊 这个,其实我就放放弃了程序员的职业了 现在专门玩游戏 这个大家想 嗯,调一下这个窗口画的话给调的啊 就是 啊 等一下 怎么,我们要怎么调这个窗口画,然后又在这个 电脑上运行的时候就是说 不会出现这个画质变成 变成很乱的样子啊 啊,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先接受游戏 然后这边有一个选,选项啊 这个就是设置游戏的这个分辨率在这里 啊,再点开 然后这个文档里面啊,这个分辨率啊 1024x768啊,这是最标准的啊 你不要千万不要改这个1280x720啊 那不行的啊,因为他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个 那个程序调用是 啊,最多可能是这样子啊 1024x768 然后这个 这段代码就是 是不是全屏的意思啊 这个英文嘛 大家一定看得懂啊 然后这个是帧数啊 这是也可以不用改啊 主要是改这个 改这个前面 这个本来是1啊 1就是全屏的意思 那我们改成0的话 它就变成窗口化 那窗口化之后 如果你没改那个主程序啊 你直接运行游戏 它会变得 虽然你窗口化了 但是你的游戏会变得 画质很模糊 啊,比如说这个没改啊 这个原本我 我现在是有把它改好了 就说这个千荣性啊 这个千荣性一定要改 没改的话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讲话的16色的啊 但这个游戏本来是16颜色的 这个如果没把它勾起来啊 然后这样子运用 好,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这个游戏就变得很模糊啊 这画质就乱了 看到没有 它变成黑 这个黑边 然后这边变成这样子 看到没有 变成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接受一下 把这个重新改回来啊 一定要改这个啊 这个窗口化 一定要改这个千荣性 然后这里 改这个讲话 颜色的游戏啊 这个颜色一定要改啊 这个改成16位啊 然后应用程序确认 然后我们再运行窗口化 就不会那样子了 好,注意看啊 这样子就正常了啊 所以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啊 这个窗口化怎么改啊 那个颜色没改的话 进来的话这个 那个画质就变得很乱啊 好,那这个分享给大家下载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来下载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